欢迎订阅娱乐小工举,当下,狼牙榜第二部风起长林正在热播,与第一部口碑和收视双丰收不同的是,风起长林口碑还行,但是收视却一直上不去,有的网友信奉吴胡歌,布狼牙,在得知胡歌不再出演第二部时,就放弃了追第二部,有的网友是在得知主演有黄晓明时,就放弃了追第二部 其实,黄晓明在风起长林的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,这是后话,当然,也有相当多的网友,选择了继续追第二部,小编猜测,选择继续追剧的网友,除了相信山影出品,避暑精品外,其实更多的想法,还是想在第二部重温一下第一部的回忆 通俗一点说,就是想知道第一部中那些人物的最终命运和结局是什么,比如,胡歌饰演的梅长苏,到底从战场上活着回来没有,很萌很可爱的飞流后来怎么样了,梅长苏和宁皇郡主后来在一起了没有,萧景演的江山到底坐晚了没有,看过第二部风起长林的网友都知道,第二部的故事发生在第一部的五十年后, 两部之间的联系并不大,这也是胡歌为什么不选择在第二部继续出演的原因,用他的话说,梅长苏的使命已经结束了,还是让梅长苏活在大家的心中,虽然两部之间关联不大,但既然号称是狼牙榜的续集,两部之间还是多少有点联系的, 在小编看来,这其中的联系分两种,第一种是角色的延续,第二种是演员的延续,先说角色的延续,狼牙榜第一部的不少角色在第二部中都得到了延续, 比如说,在第一部中,被梅长苏从耶约亭救出的廷生,在第二部成了国之著石的长林王,在第一部结尾出现的萧景眼的儿子,在第二部成了大梁皇帝, 在第一部那个飞流特别害怕,不正经的狼牙格少主令晨,在第二部成了狼牙格老阁主,不过,角色虽然是同一个角色,但是饰演角色的演员都换了, 在说演员的延续,许多眼尖的网友会发现,不少狼牙榜第一部的演员,在第二部中也有出演角色, 比如,在第一部中饰演夏江的演员王永泉,在第二部中,饰演了季风堂老堂主,第一部中饰演梅长苏天生世卫黎刚的演员王红, 在第二部中,饰演了刑部天牢的一个小头目,在第一部中饰演丽养长公主的张妍妍,在第二部中,饰演了季风堂的云姐, 在第一部中饰演与文念的乔欣,在第二部中,饰演了内阁首府寻白水的侄女寻安如,大家可以发现,这两种延续,要么是角色相同, 但是饰演的演员不同,要么是演员相同,但是饰演的角色变了,那有没有在两部戏中,既角色相同,又是同一个演员饰演的呢? 你别说,小编还真发现了一个,截止目前也只有这一个,这个角色就是第一部的宁王,就是那个胆小怕事的三皇子萧景廷,是由演员李斌饰演的, 在第二部《风洗长林》中,宁王的角色也得到了延续,在梁碧去世前,为了保护萧廷生,特意把宁王也叫了过去, 虽然宁王已经年龄很大了,但是仔细观察一下,和第一部的宁王,明显是由同一个人饰演的,都是由李斌饰演的,更多娱乐资讯,电视剧解读,欢迎订阅娱乐小工举,每日更新哦! 你 你 你 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